Pedive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出來講騎士鈺這是世紀DarkDip 幾禮拜前我們頻道上架過一支 最強神車 也就是Artis GR Sport的私家影片 其實Artis GR Sport是改款 主要是將Corona Sport所搭載的 2.0升引擎CVT變速箱給表達上升 因為動力有所提升嘛 所以底盤項目的避震器、防潛感 甚至輪胎的扁平比都進行調整 影片上下之後其實很多網友都非常熱烈的回覆 但是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雖然它這次改款外觀內裝看起來是比較動感 但是看到它的自然進氣引擎CVT變速箱 就覺得好像不怎麼樣了 甚至很多網友就說 它0到100到底跑了幾秒 因為畢竟秒速是個頻段一拍車是否會跑的重要關鍵 而且雖然當時在力寶過慢試駕的時候 原廠有提供一部1.8的GR Sport來給我們試駕 當然2.0升會比較快 但是畢竟體感這東西有時候會騙人 如果你沒有像我們這種專業編輯 常年進行試駕測試的話 是有時候會被這種體感 甚至加速感受給欺騙 所以還是得實施求是 架著機器來測試它0到100加速才比較正確 所以我今天就把Artist GR Sport給借出來 進行加速測試之餘 我還跟大家分享解說 CVT變速箱要怎麼測要怎麼跑才是比較快 影片開始前也請大家把頻道訂閱追蹤起來 有你按讚訂閱追蹤分享 都是給我們最好的支持鼓勵 如果你想要支持購買的話 影片下方說明欄都有附上連結 再請大家多多支持幫忙一下啦 測試之前當然還是要先說一下 這是Artist GR Sport改變 它主要就是把這個Dynamic Force 2.0的引擎 給改善上升 雖然它的馬力就170B 扭力20.4公斤米 那至於肩負傳輸動力的Direct-Shift CPT變速箱呢 因為它是利用低速檔是用齒輪 然後中高速檔是用CPT的變速形式 所以它可以從原本模擬7速變成模擬10速 而且透過齒輪傳遞 理論上會讓它的加速更為直接 而且它可以針對變速追輪的夾角要進行改變 雖然對於傳輸效率 當然反應也更為提升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行加速測試吧 OK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 RTIS GR Sport 0.100加速測試 最終我們測的最快成績是10.49秒 坦白說在測加速之前 我上網去查過一些改款前 也就是1.8升的RTIS GR Sport加速秒數 它們秒數多半是落在10.8多 甚至10.9的水準 而再多30匹的動力漲幅 讓你的秒數可以快0.4秒 坦白說還算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理論上 RTIS GR Sport還是可以再快一點 為什麼呢 其實以往我們在測加速的時候 測到CVD變速箱的車款 我們多半都是會用D模式 而不會用S或是手動模式 D模式之下 當你踩下油門的時候 這時候變速追輪 它立刻會把你檔位持離去放大 變成是加速檔位狀態 所以這時候呢 你的引擎轉速會到五、六千轉 甚至更高的狀態 持續輸出動力 它並不會做出到五、六千轉之後 掉到四、五千轉這種 換檔動作 它會持續keep到最高轉速 就像我們騎摩托車 油門一直撐著 那時候開閉盤 就持續撐到最大 然後這時候是不斷的加速狀態 所以這個情形放在汽車上 也等同受用 不管你是手排變速箱 自排變速箱 全部都會換檔的動作 所以這一來一往的情形之下 你的加速成績就慢了 就算是雙離合器變速箱 你換檔速再快 也要是0.02秒 所以以換檔加速來說 其實CVD變速箱是最快的 那為什麼我說不要進入S模式 或手動模式 因為進入S模式或手動模式的時候 它就會模擬手排變速箱 這種轉速拉拔的情形 所以自然會把你原本 你引以為傲的CVD變速箱 一直keep到最高轉速的優勢 給犧牲了 而Artist GX Sport 它的變速箱 不論是低檔 手動模式 甚至Sport狀態 甚至群機關閉等等的狀態 我都試過了 全部都會模擬換檔 所以它並沒有具備 CVD變速箱 可以持續高轉輸出的最大優勢 而且在我實際測試之下 它的紅線 雖然劃到可能6700-6800 接近7000轉 但是可能為了基於保護關係 所以我不管怎麼開 它最高轉速就是劃到6500轉 所以呢 Artist GX Sport 0-110.49秒 就是我用Sport模式 外加低檔的狀態來測的 那你會問我說 那為什麼不用手動模式來測 因為用手動模式測的時候 你起跑的時候 你轉速最高才5000多 甚至是6000轉 它就會強迫換檔 反而在自排狀態之下 它可以檔檔維持在6500轉左右 才會換檔 所以你這個起跑 這少了1000多轉 當然還是低檔模式 才會給你最快的扯機表現 另外它所配置這個Directure CVD變速箱 雖然它低速檔位是用齒輪的關係 所以呢 它並不會像是傳統CVD變速箱 因為變速追輪 你要去夾著變速鋼帶 變速的關係 所以造成一些動力損耗 吃掉動力情形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基於保護因素吧 所以即便是我在 在左腳煞車右腳門 讓起跑轉速拉拔到2000出頭轉 它還是多多少少會讓轉速下懷一點點 即便我盡量讓轉速 就是一氣呵成的爬起來 但是多多少少還會出現一些吃掉動力的情形 所以Artist Gina Sport 跑速4.49秒的成績 坦白說 如果它能夠免除 這個過於強調自主換檔樂趣的功能的話 我想加速秒數應該還有進步空間 測試完加速動力之後 當然趁著有機會 我們再度開著Artist Gina Sport 來在裡面跑跑 其實在先前利保試駕的時候 原廠是有提供1.8升跟2.0升 兩款的車型給我們試駕 當然以速度來說 2.0升會比較快 但是我覺得因為1.8升的引擎比較輕 在此它動力也沒有像2.0升那麼飽滿 所以反而你在1中 你可以更早全油門踩的油門出1 反正2.0升油門驅側太多的時候 還會稍微的 稍微滑速一點點的一種情形 而這樣情形其實在一般道路上 其實是比較難體會這樣的感覺 因為畢竟山路非賽道 但是我覺得以它整體的底盤 甚至動力架構 在一般的山路去跑 甚至跑比較快點的狀態 我覺得還是蠻可以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避震器的設定 我覺得還蠻有文章 像是在賽道那支影片前 我就講過 因為它的2.0升引擎比較重 所以不論是它的避震器的彈簧銅身 都去加硬 這樣子才能夠撐住引擎的重量 至於車尾設定就比較特別 雖然它阻尼去硬一點 但是彈簧放軟一些些 所以讓我車尾的動態可以更為貼一點 當然後面的防傾桿也會稍微加出一些些 所以可以讓你後輪的動態稍微再活潑一點點 至少再轉起來的時候 讓你車尾帶出的情形會比較明顯 這對於前驅車來說是比較好的設定 我在山路上試駕其實很難感覺到 賽道這樣滑出的感覺 但是你還是可以覺得 這樣設定之下 它車尾跟進進是還蠻OK 還蠻不錯的 雖然以Artist GR Sport的動力 底盤設定來說 對於多數人甚至稍微想要開快一點來說 絕對是綽綽有益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開著它去山路 甚至賽道用力機架的話 我覺得有兩個東西是一定要升級 首先就是煞車皮 其實當初在力保賽道的時候 我就問原廠官方人員說 請問一下你將動力提升 你的煞車皮有沒有進行強化 當然是沒有 所以當時在賽道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 它的煞車皮就是有一點難以handle 有點push的方式來煞車進彎 然後現在一般試乘車它的輪胎 而是用Dunlock SP Sport Max的這種街跑台 雖然如果你想要把你的煞車速度 更為妥善控制的話 你更得需要透過煞車的控制來達到 所以更吃你煞車皮的設定 所以在我稍微用力機架的心情之下 我就覺得它煞車皮 其實有一點沒辦法應付我的需求 尤其在一些長下坡的連續路段 我必須控制煞車來改變車身重心 甚至入彎的步調 所以我覺得換一組摩擦性 甚至工作溫度比較高的煞車皮 甚至金屬油管 我覺得就非常夠用了 至於第二個需要改換的 那就是輪胎 雖然原廠因應它的操控調性的提升 已經把它改換成 225-40-18設定的燈路SP Sport 坦白說對於這樣子動力輸出的車還算OK 但是我覺得這個輪胎它的胎體結構 給人的反饋是蠻紮實硬朗 所以當我們轉向入彎的反應 直覺性也很好 因為畢竟扁扁扁扁也比較低 但是畢竟它的Traction 它的設定是B並不是A 而且它的TRAWELL是280 所以如果今天是以比較高速的狀態 在衝進彎中 甚至想要再滾過多的一些Push情形之下 其實輪胎還是會出現一些滑動的情形 而且那個滑一下的情形 其實稍微明顯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 完全發揮它的底盤調性 我覺得煞車皮跟輪胎 是非常必須要升級的項目 經過這次我們0-100加速實測 甚至進行山路試駕 我們又更可以更全面 甚至更深入的了解 一些Artist GR Sport的一些運動的本質 雖然我覺得0-100加速秒數還有在進步空間 但是它可能因為訴求自主操控調性的關係 雖然它的CVT變速箱 不管什麼模式 還是會做出模擬手排模式 這種升檔降檔的設定 讓它原本有CVT變速箱 因應為傲的那種持續Keep高轉的特性 因此上市 但是沒關係 因為至少我覺得它整個底盤調性 跟它的動力還算是匹配了 這一般道路上行駛 甚至山路上 你只要用力抄架的話 我覺得整體設定還算是蠻match 最後你知道嗎 其實Artist GR Sport 在改款前 甚至這次改款後 換成2.5升的動力版本 一直都是由日本GR部分 功能是來台灣的調校設定 並不是我們台灣的自行打造 所以它的動力跟底盤設定 坦白說我覺得還蠻match 以上就是達成Battle 針對Artist GR Sport的私家報導 希望你們有喜歡 下次再見